哇,来了来了,要开始了啊,压轴大戏啊,基本上都是放在田径比赛最后面进行的,今天整个北京国家体育场座无虚席啊,大家都是奔着这场比赛来的,主要是看这两位啊,左边这个光头两届市井赛怪军,目前世界排名第一,然后他身边呢,是他最好的朋友,美国人卢浦,这么说吧,一个是打野的,一个是打辅助的,你就好理解了,决赛呢,一共15个人参加, 剩下的基本上都抱成团了啊,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,大家目标一致啊,就是为了打倒莫法拉,这个是肯尼亚的恩度里,世界排名第二,还有埃塞俄比亚的杰卜西威特,梅尔加啊,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,今天北京的气温有点热,36,37,好在比赛是在晚上进行,法拉赫还是跟之前一样跑在队尾,这就是开着你们跑,就问你们慌不慌吧, 这样的话,卢浦他肯定要跑到第三的位置,一前一后啊,他们两个打配合,最前面的是英国选手,汤姆发雷尔,像这种的话,基本上就是炮灰了,然后埃塞俄比亚,肯尼亚啊,他们的选手,基本上都集中在中间的位置啊,现在这个节奏很慢啊,大家都在猥琐发育,马上一千米了, 三分零二秒零四,节奏还是压得很慢,依旧是炮灰在领跑,开上去一切都风平浪静,一千两百米了哈,法拉赫怎么跑下去了,他下去了,你看,拿水了吧,拿水,啊,在世界级表赛的决赛当中,没有见到一般运量去拿水的,因为这个五千米节奏很快,十二分多钟比赛结束了,法拉赫跑到最后一位,还有空跑过去,绕一个大弯拿一瓶水, 一千六百米,四分四十八秒三三,啊,现在跑在前面的是三个白人选手,后面就是乌鸦鸦一片了,啊,要不是现场灯光比较亮,你都分不清谁是谁,反正挺胜人的,估计法拉赫要出手了,你看他啊,还带个大惊链子啊,晃晃悠悠的这家伙啊,两千米了,五分五十八秒六八,啊,法拉赫和卢普呢,他们两个不是一个国家的队友,但两人一直在一起训练,关系特别好,这几年呢,卢普一直保护法拉赫,啊, 两千两百米了,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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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,法拉赫开始上了,啊,开始了,开始了,直接冲到第一位啊,这是,跟在后面的是梅尔加,啊,开啊,竞争开始了,梅尔加立马一个变速,你不动,我不动,啊,你要动,我肯定要搞你啊,五千米的比赛就是这样, 因为他们俩太默契了,你看他俩并列这样子压在后面,对,而且您看刚才一个眼神,嗯,这个西杯的镜头捕捉到,一个眼神,卢普就上去了,对,然后卢普一上去,顶住前面的运动员,法拉赫再从外道抄到了第二位,对,大家看这个西杯的变化,这都是决胜最后的决胜的关键啊,对,三千米,八分四十七秒二九,法拉赫又提速了啊, 节奏开始明显加快了,后面肯尼亚,埃塞俄比亚,两大集团安准备要压上来了,卢普这个时候已经掉队了,法拉赫现在要孤军奋战了,看啊,后面开始压上来了,现在前排的是一片黑,后排是白的啊,跟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四千米,十一分三十一秒一六,依旧是法拉赫领跑,卢普已经被挤到中间的位置了,看啊,肯尼亚的恩杜利开始出手了,埋伏了这么长时间开始要出手了,还有八百米,恩杜利超到了第一,这样的话,法拉赫很可能, 会被包重置啊,但是现在,法拉赫的位置,这个位置,如果外侧再有一两个选手,再顶住他,他一会儿就很难冲出来了,现在有希望,卢普赶上去,卢普挡上去,而得看卢普这个,卢普这个视角啊,就是看后面的对手,最后五百米,法拉赫跟住恩迪库,现在整个竞争非常激烈,减尼亚的梅尔加,跟在第三位,胜负难料,最后三百米,这个冲刺啊,是确实比较早,五百米的加速,可能会,都会把大家拖垮,就看谁能 都坚持到终点了,大家都已经到了一种极限,都在挺,法拉赫在跟住恩迪库,挺住,挺住,你看前面第一位领跑的那个选手,已经是机器化的这种动作了,对,法拉赫恩迪库,法拉赫穿越,穿过去了,法拉赫创造历史,全力冲刷,甩开所有对手,虽然是孤军奋战,但仍然是一往无前,不得不给他鼓掌了,十三分五十秒三九,法拉赫也是创造历史,太棒了,太棒了,太棒了,除非市井赛上第一个获得三枚, 五千米金牌的运动人,真不容易,历史第一,真不容易,扣人心血